字幕ilian 今回和公司 hätower 老婆 你看看 沒心情啊 銀行不讓我買那輛基金 啊 怎麼了 你平時打虎頭 hö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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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竟然不做你生意 他們說我跟我平良不合 買基金也要說八字嗎? 他們說我的風險、承受能力 和基金不配合 呵呵 我知道 因為你熟火 火黑金 所以他們不讓你買基金 唉 不知道 很生氣 沒有心情 這樣吧 今晚我煮飯 之後我洗碗 之後我洗衣服 你甚麼都不用做好嗎? 不行 以後都要這樣 好啦 好啦 你說完事了 好啦 好啦 不要生氣了 好啦 嘩 雙峰啊 買這麼多次子 不是呀 Jeremy 我肚子 別玩啦 先說謊正經事 Jeremy 我想問 不是每個人都應該選 一些回報最高的產品去投資嗎? 其實又不是 正所謂沒那麼大頭 就不要戴那麼大帽 凡事都要量力而為 正如你說投資 其實應該會因應自己的風險承受水平 就是不要盲目地追求高回報 那我想問一下 哪些投資工具為之低風險嗎? 最重要是一些補本的產品 例如是銀行存款 定期存款 或者是市場上一些貨幣 市場基金 其實都是補本的時候 風險比較低一些 另外再高一點的 可能是一些提供穩定收益的投資產品 例如是債券 我想問一下哪些是高風險 高風險就是 價格會比較波動大的一些投資產品 例如是股票 股票每天的升跌 都可能相對其他產品會比較大一些 甚至是一些衍生工具的產品 例如是渦輪 或者是奇權能 那些波幅更加大 那如果我嫌高風險的危險低 風險會不會又低 那可以怎樣 很簡單 可以像吃自助餐一樣 每樣要一些 買不同的投資產品來說 其實都是分散好風險的 另外有一個好處 就是其實股票和債券 傳統上來說 他們價格的走勢 其實是不一致的 當市場利好股票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股票找到投資回報 但有時股票市場不遷就的時候 可能在債券我們也可能找到投資回報 從而整個組合 我們都可以分散到風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咖喱飯呢 不同的人對咖喱飯的辣度 承受水平都是有不同的 有些人怕辣一些 其實投資都是同一個道理 有些人風險承受水平低一些 比較保守一些 他可能會選90%債券 10%股票 有些人可能會進取一些 風險承受水平高一些 他們可能會選90%股票 10%債券 整體來說 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風險承受水平的時候 投資組合應該是最令自己最滿足 以及可以爭取到最大的回報 我知道我為何肚餓 吃不適合碟咖喱飯 一定是 我們都明白了 如果你在財經方面也有甚麼問題的話 歡迎你發電郵來 wifi-editor-at-yahoo.com 問一下我們財經專家的意見 1 2 3 4 4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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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7 10